歡迎收看 165年11月8號的 娛樂百分白 我是韋晉 歡迎Teddy跟豐田 你好 我是豐田 你好 我是Teddy 哇 Teddy是第一次參加Live對不對 對 心情怎麼樣 我現在心情忐忑不安 而且 因為剛剛你明明就Cue 要一起說娛樂百分白 可是你直接瞬接 對啊 真的假的 你直接瞬接 我剛才心情想說好啊 你們兩個沒唸啊 所以我是有自己搶拍是不是 OK 不好意思 Live就是那種很多狀況 可是還好 還好 你現在心情應該還好吧 你自己摸 他心跳超快 我心跳很快 你幹嘛 沒有沒有要幹嘛 可是我真的很 還好啦 放輕鬆放輕鬆 好不好 然後今天我跟那個豐田 已經下午主持了一整天的預拜 很好玩 錄了兩集 兩集 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集 就我跟C小瓜一起玩的那一集 喔 我告訴你 有一集很精采 超好笑 就是C小瓜好好笑 跟豐田 超鬧 他們兩個超好笑 希望有機會再跟他 對 一集 不做的 你是不是蠻喜歡他呢 好喜歡 你是不是蠻好笑 你比較喜歡C小瓜 還是我們那隊那個小賴 C小瓜 喔 他一定很開心 你要跟他告白一下 我喜歡的意思是不是 那個的 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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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你啦 欣賞你 OKOK 好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則新聞 待會再聊 先看一下韓團Infinite新聞 好啦 相信昨天應該有很多粉絲都有看到那個洪正的那個Po的文 沒錯 就是他因為拍Hi-Fi的時候 坐上了 然後開刀 然後前幾天 我們大家都有抽空去看他 對 其實當天也有發生一些 就是他講了一些好笑的故事 因為通常麻醉之前那麻醉是會跟人聊天 對對對 更善注意力 對對對 他說聊一聊 他只記得 他就是麻醉生效之前 最後講的是在宣傳Hi-Fi自八青春 他怎麼講的 他就 就是麻醉是問他說 那我在哪裡可以看你的戲 然後他就說 在 每週六 在八個綜合台 Hi-Fi自八青春 就已經麻醉成這樣了 還要 一一號宣傳 宣傳滿就睡 他真的很敬業 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收看Hi-Fi 很辛苦 都拍到受傷了 然後今天我們的那個TV大間諜的任務呢 是 待會兒來賓是那個張維中老師跟麻吉弟弟 然後我們的任務是 吃口香糖吹泡泡各一次 我們三個各吹三秒 然後不被他們發現 Hold住三秒 OK的 OK 待會兒回來 歡迎特別來賓張維中老師跟麻吉弟弟 帥帥帥 老師 帥帥 哇 這次帶來新的那個作品了 對對對 要不要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這個唱片的CD的製作人 喔 他自己的 自己的 在他的幫忙之下 我才能圓這個夢 然後 我太感動了講不下去了 還是要推進一下 這次合作有沒有什麼火花 太多火花了 因為他本身非常有才華 在音樂界算是作曲的鬼才 真的 謝謝 然後他看了我的歌詞 就是覺得我的心地很善良 就是願意幫我做這些曲子 圓這個夢這樣子 對 然後因緣際會 我到全世界拍MV 然後還加入了這個混血兒娛樂的這個經紀公司 變成911的師弟 老師為什麼沒有帶我 我準備帶你 不是 因為他幫我這個忙之後 他自己愛情也順利 工作也穩定 然後也通告變多 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這個唱片的魅力 Magic 這就是Magic的V 覺得那個張維松老師怎麼樣 實力怎麼樣 實力 他算是雖然他年紀大了 可是他是新手 所以我要角逐金曲獎新人獎 有沒有信心 當然有信心 故意湊六首 所以真的會爆新人獎是不是 一定要爆 而且我的歌詞這麼感人 我覺得每一個評審看了 會了解我的發心 真的 超感動 唱得普通 但是用靈魂唱的 唱得普通 但是用靈魂唱的 我的歌聲沒法比過別人 但是歌詞跟歌曲 跟那個節奏是用靈魂唱出來的 對 那個靈魂最重要 所以我是嘻哈 開運 靈魂 歌手 漂亮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才一個嗎 才一個而已嗎 就是你們可以就是 給粉絲一點福利 就是表演一段 你今天我們下午錄那一集 你還freestyle 對啊 整個freestyle的功力超強的 其實基本上表演的部分 就交給媽吉弟弟了 因為他真的是實力中的實力 高手中的高手 那我本身就是用開運的方式來做 開運的方式 而且很多流行的歌曲有沒有 會有個退流行的危險 我這個 是永遠不會退流行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在你煩惱的時候 就要聽一聽祈福 面對老闆的時候 要聽感恩 化妝的時候 可以看你人家表演嗎 還想看我表演嗎 還想看我表演 他還喜歡 他沒有看過 真的嗎 對 他超期待的 要哪一段你告訴我 隨便今天freestyle 講一下今天啊 都來就好了 可以啊 怎麼樣都可以啊 隨便來啊 要不要帶鏡頭前面 那種嘻哈跟老闆 可以一起一起來好不好 我最厲害就是會撒錢 我本身就是愛花錢 我有錢就是任性 而且亂花錢 花200多萬做這個 雖然不是很多人聽 但是我很誠懇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樣 對 這個社會就其實是真善美 年輕的朋友會看我很真實 有江南大叔 有日本大叔 誰說沒有我的命理大叔 我就是病毒大叔 因為我就是活力 沒有 什麼事難不倒我 因為我就說把活力 OK 厲害 厲害 還有機會難得 還有沒有問題要多問 我想問就是 因為你跟很多人合作過 那你覺得 黃立誠大哥跟三韋昌老師 就是風格上不一樣 風格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就是 跟老師就是很輕鬆 真的 就是他們一樣就是很愛請客 吃飯請客 但是他們一樣都很大方 但是就是我跟老師合作就是 非常輕鬆 很輕鬆 很好玩 他在錄音的同時有沒有 要求很嚴格 他要求我每天要 他要求我每天要 那個彈蛇 對 好 漂亮 對 我們今天的任務成功了 你們剛剛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吃口香糖 然後我們要 在你們沒有發現的情況下 吹泡泡拚三秒 沒有注意到 完全沒有注意到 我們太成功了 我幫他這裡 他不故意 Cue你到前面表演 好 我就開始在那邊 攪... 好難喔 而且有一段 你一直突然轉換你看 我轉換你 我拿出來又放進去 拿出來 放進去 放進去 好難喔 好難 謝謝 最後有沒有活動 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每天都在活動 每天都在活動 對 恭喜... 支持一下 張維章老師跟馬淇琳的新作品 一定要支持喔 待會兒來 OK 獨家 獅子河唱團校園 True News Show 老蕭尬球 爆出團圓 失神戀 韋靖 你剛剛說我們一起去 醫院看紅症對不對 你不要騙我 你沒有去 那時候你在幹嘛 你老實說你去幹嘛 因為那天我有事 你有什麼事 就是我回去 什麼事會比紅症重要 對啊 團長喔 不是因為我早就已經跟公司講 那一天我有事了 結果 他是那一天開刀 然後我會講說一起是 因為不只你們兩個去啊 那個 野倫也有去啊什麼 所以我是用一起這個詞 可是我還是有去宿舍看他 有一次我去宿舍看他 你不在對不對 你說不在 不在 對 你在嗎 你在嗎 那不算啦 算 我之後還是會去 反正洪正呢 他還是很樂觀 他就是 我之前那時候到宿舍 然後就很嚴重嘛 然後就硬要把那個傷口 都拆開來給我們看 對 砰彈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拆 很可怕 你們看一下你們看一下 然後還叫我們每個人摸 我就說不用不用 因為他整個腳都腫起來 然後硬要叫我們摸 反正就是 還是很樂觀 然後希望他這次可以好好的休息 所以粉絲不要擔心 讓他好好的休息 嘗試回歸 下一段有五月天的新聞 休息一下 然後呢最近呢 Teddy好像有一個作品即將要播出 已經在播出了 已經在播出了 對 是有喜歡的人台灣篇 心有所屬 對 然後其實 拍這部戲也是我 欸 時隔多久啊 才又接觸戲 上一部是惡女嗎 那好久了 惡女之後的第一部作品 然後 這次也是嘗試了 就是第一次被打巴掌 Oh my God 對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大家要支持一下Teddy好不好 跟那個日本人 對 對 他很紅耶 現在 真的假的 因為他很紅 我朋友有跟我講 爆紅 爆紅 這麼爆喔 真的 他爆紅喔 那你 我是不是覺得很羨慕 搭便車 我其實很後悔 沒有跟他要聯絡方式 可以 好啦 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Teddy的作品 心有所屬 來看一下五月天的新聞 帶回來有微禁的精采預告喔 沒錯 剛剛有講到Teddy除了那個戲劇的作品之外 你們兩個好像還有一個外景節目 對 我們最近還有一個外景節目 對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還有一個記者會 但是記者會當天我們剛好要去新馬 然後我們這幾天已經有陸陸續續的在練舞了 所以 新馬的朋友 好不好 好不好 沒有紅症喔 他只腳受傷了 好不好 體諒一下 但他這次 他真的很想去 可是因為突然的意外 所以讓他這次 可能沒有出現在新馬的這個 這個活動裡面 對 OK 今天 還OK吧 還可以啦 有你在其實 放心很多 沒有那麼挑 真的耶 真的耶 其實蠻好玩的啦 想不想再來 我想啊 我很想再來 你很想再來是不是 真的 敲他 敲他 OK 他OK的 真的 欸 一分五十秒有那麼久嗎 一分五十秒 奇怪耶 剛剛前面幾段都聊了 然後都聊不夠 我也覺得很好玩 謝謝 你也覺得很好玩 你不是想敲我 敲他 敲他通道 敲他通道 好不好 反正我們最近呢 所有的那個行程都會公布在我們 那個粉絲團上面 沒錯 好不好 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們最近的動態 就可以到 Special的粉絲團上面看喔 好不好 新馬的活動不要錯過囉 他的Teddy的戲劇作品 心有所屬也不要錯過囉 風田跟Teddy的那個外景節目 還有民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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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時候會有憶恩 呃 宇倫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好浪的音樂 好啦 明天的經常預告就是 明天的live也是我跟子虹 然後 待會的MV播放的是張維中老師的 誰是醜八怪